Hello 大家好 我是猪蜘丹 这件衣服有没有好可爱 好喜欢 今天呢 我来跟大家一起拆快递 很多红书宝宝说我最近好久都没有拆快递了 因为就是有的时候会倒几个快递 我就给拆了 都攒不到入校红书 这次来了三个快递 所以我跟大家一起拆一下 首先是这盒 梨胡桃 哎呦天呐 这个是 其实这个不是算快递 所以这个算是展送到的 因为我看很多人都说吃梨胡桃是美白的东西 但是网上买的可能是很硬 它要放几天 它能再吃 然后是这个 哎呀 我也不知道是什么东西 哦 依然是这把红剪刀 哦 它才收到了十圣罗 这个 是我在网上看到的一个五睡神器 这个应该就是那个神器 然后要自己给它冲 冲气冲起来 然后这个其实就是给它冲气的东西 打开 让它有点气 在里边 在里边 然后呢 这边有个口 这边的口 要对准 它那个上面的一个口 我看看 它这个口在这儿 看到了吗 嘿 哎 你们两个贴在一起 哎呦 我天哪 这个东西还是要研究的是不是 还不如用嘴唇你我的妈呀 哎 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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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呦 天哪 天哪 然后 这个打开 盒上 它就有气 然后你就再把纳的这个气 哎呦 挤在下面 这是个大工程 你们稍等我一会儿啊 然后把这个这个满了以后 把这口一拔 拔 然后这个盖子一盖 哈 这样的一个五睡神器做好了 坐车呀 或者在办公室里面 可以休息一会儿的时候 又怕把自己的妆弄花的时候 又怕这样趴着 会把脸割出叶的时候 这样插进来 手是这样插进来 然后把头 放进来 其实还是挺舒服的 还不错 比较满意 然后这个快递有一点大 所以我就不搬上来了 我再底下拆 累死了 就是我买了一箱 然后我就不搬上来了 就是这样的 小瓶的矿泉水 因为我最近在健身嘛 然后每次健身的时候 都要带一瓶水过去 我觉得大瓶我又耗不完 所以我就买了好多这样的小瓶带过去 比较方便 好了今天的拆线就到这里了 如果我到了什么快递 我今天要跟大家一起拆 小红书